炮茶妹 套牢 28名厅官 2015年5月下旬 一场五月风暴席卷了福建 数十名厅处级官员先后因严重的危机被立案审查 这群官员落马的背后 惊现一个名叫丁慧云的炮茶妹的身影 几年前 不安适适的丁慧云被福州一名官员玩弄抛弃后 加入一家直销机构 并在茶艺居辅出 将直销发展下线的方法 活用为发展官员情人 竟然有数十名厅处级官员 先夫后继 争相成为其下线 着落在他的十六群下 2012年7月 22岁的丁慧云刚大学毕业 便来到了福建福州 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身材高挑 能够善悟的丁慧云 便到一家大型夜总会 当前台的领班 丁慧云到夜总会上班不几天 一天晚上 夜总会来了一个有点来头的官员 一眼就看上了丁慧云 点名叫丁慧云给他服务 通过交谈 丁慧云这才知道眼前这个有来头的顾客 是一个副市长 为了服务好他 平常滴酒不沾的丁慧云 喝了几杯红酒 头脑就昏沉沉的 醉了酒失去定力的丁慧云 在半推半就间放弃了底线 成了副市长的女人 其实丁慧云并不漂亮 卸妆后显得很普通 不到半年 副市长对他就没有兴趣了 他不但没能享受荣华富贵 还被抛弃 除了满心的伤痛 丁慧云一一无所获 被抛弃后 丁慧云报名参加旅行团去海南疗伤 几天的旅游 他和团里卖直销保健产品的大姐打得火热 经过这位大姐的动员 旅游归来 丁慧云加入了直销机构 用做情妇时省下的私房钱 购买了一批保健产品 当起了直销员 丁慧云能说会道 很快就发展了几十个下限 销售业绩一路飙升 很多人要做一两年才能拿到业绩奖金 而丁慧云才做了三四个月 就跨越了顾客服务费 月节奖金等序列 直接领业绩奖金 并且月奖金达到上万元 令其他销售人员羡慕不已 取得这样的业绩 丁慧云并没有认为自己有高超的销售能力 他觉得是直销的模式 刺激了各个销售环节的积极性 业绩奖金不是根据个人的业绩计算 而是根据你与你的所有合作伙伴 整组业绩来计算 这样你发展的下限越多 下限的业绩越好 你的业绩就越好 这种销售模式让大家都能发财 丁慧云做销售虽然业绩不错 可是他始终忘不了那段伤心往事 报复心极强的他 厌不下被人玩弄抛弃的那口气 从成为弃腹的那天起 他就发誓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他要从玩弄女人的官员身上 加倍地拿回来 做了销售后 悟性很高的丁慧云 突发奇想 把直销里发展下限的方法 用来发展官员情人 发展一个官员情人后 让这个官员介绍新的官员朋友过来 给这个官员好处 这样下限越来越多 然后利用掌握的证据 在这些官员身上大捞一把 这绝对比做产品销售来钱快得多 丁慧云决定重出江湖 他知道要发展官员情人 需要一个平台 于是他来到以前上班的夜总会 此时 2013年的6月 中央八项规定正如火如荼地执行 夜总会冷冷清清 官员们根本不敢到这种地方来 从夜总会出来 丁慧云一直在想 用什么样的平台来实现他的报复呢 漫步街头 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家 名叫茶艺居的茶馆门前 在丁慧云的印象中 茶艺馆环境清雅 历来是清雅之人品名会友的高雅清静之地 他灵光一闪 官员不敢去夜总会 夜生活如果转移到茶馆这种高雅的地方 再安全不过了 于是他决定把茶馆作为他付出的舞台 走进这家茶馆 丁慧云与茶馆老板闲谈起来 他问老板想不想找个合作伙伴 如果与他合作 他保证要不了多久 茶馆的生意一定会红火起来 茶馆老板听了丁慧云提出的 把茶馆打造成为官员夜生活馆的方案后 当即表态 愿意与他合作 按照合作方案 茶馆老板投资对茶馆进行了改造 特别是装修了一间豪华套房 作为丁慧云接待官员的会客室 丁慧云在省城一家美容院进行了整容 又参加了短期的茶艺培训 2013年10月 丁慧云以泡茶妹的身份 在茶艺居付出 整容后的丁慧云变得清纯而美丽 他的付出成了茶艺居的头号招牌 茶艺居改造装修后重新开张 按照丁慧云的折销经营理念 茶艺居的消费对象 定位在付出级以上官员 丁慧云重点为这些重点顾客服务 而其他不上级别的顾客 由其他泡茶妹服务 茶艺居重新开张不几天 便迎来了第一个上级别的客人 福州某局纪检组组长赵百华 茶艺居老板 特意把赵百华安排进了那间 由丁慧云负责服务的上等茶室 这一次赵百华接待的是几个重要客人 清雅迷人的丁慧云 略带表演地给他们充功赴茶 赵百华等客人品茶时 丁慧云便用古针 给他们轻弹了一曲 高山流水 清雅的环境 清快的音乐 清香的明茶 让人感到轻松愉悦 一身素杰打扮的丁慧云 在给客人添茶时 不时给赵百华按送秋波 考验他的定理 客走结账时 丁慧云给了赵百华一张名片 让他下次单独来品茶 他免费服务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赵百华果然独自来到了茶艺居 点名要丁慧云给他服务 丁慧云知道赵百华上钩了 便把他带到了他的会客室 两人一边品茶 一边聊天 望着眼前处处动人的美女 赵百华情不自禁地 把丁慧云抱在怀里 然后抱进了礼物的床上 就这样 赵百华主动成了丁慧云的情人 成为丁慧云直销官员 业务发展的第一个下限 搞定赵百华后 丁慧云一方面 故意向赵百华叫苦 一方面 给赵百华推荐他的直销业务 请赵百华 利用他在官场上的人脉关系 介绍一些官员过来 茶艺居 按直销业绩奖金模式 给他返现 不用丁慧云多费口舌 赵百华固然知道 直销模式业绩奖金 是怎么回事 只要下限发展的越多 下限越长业绩越好 自己的级别越高 奖金就越高 这种有利可图的事 赵百华当然不会放弃 更何况是 他的心肝宝贝的要求 随后不久 经赵百华介绍 福建某县政协主席朱晓德 福建某市副市长 街小刚等官员 先后光临茶艺居 朱晓德担任政协主席后 工作清闲下来 喝茶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 朱晓德第一次到茶艺居 面对年轻性感迷人的丁慧云 有意无意的诱惑 就败倒了在他的十六群下 对朱晓德而言 能有像丁慧云这么年轻貌美的茶妹 陪着喝茶 陪着风流 他非常知足 但是 茶艺居的消费 每晚就是上千元 要他掏自己的腰包 他肯定舍不得 丁慧云叫他不时 介绍一些官员过来 他在茶艺居的消费 可以从业绩奖中扣取 如果业绩奖金有结语 他还可以领取现金 朱晓德在政界多年 提携的干部不少 随后不久 朱晓德就介绍了四五名官员过来 副市长杰晓刚这条下线 发展得也不错 他的圈子里都是官员 他在圈子里吹嘘 闽南茶艺居是他表妹开的 是个好地方 大家可以抽时间去体验体验 那么接下来 丁慧云又会怎么样来发展他的下线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